來 左邊 來 左邊 左邊 穿著粉色洋裝 藝人何宇文宣布離婚之後 首次鏡頭前現身 我跟邵先生的感情 我們結婚八年 一直都非常的好 我們的關係 都非常非常的美好 我永遠記得 他對我的好 回想結婚八年 一路走來的點點滴滴 他忍不住哽咽 李洗手看了婚姻諮詳 找長輩溝通 然後我在簽字前後 自己還花了很多 金錢 精神 時間 努力一起走過困難 還曾經求助婚姻諮詢 但到底發生什麼事 會讓他們決定分開 我們在2017年底 2018年初的時候 開始覺得我們 我們的感情 不是一下子 有什麼很大的狀況 而是一點一點的發生改變的 何宇文解釋婚姻路 兩人們們漸行漸遠 但表示雖然簽字 對孩子還是有著同樣默契 彼此有個默契是 我們不會讓孩子 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目前雙方保持單身狀態 要回復身份 但時間恐怕還是無法接受 回復當初興奮上的喜悅 但是非常的開心 非常的興奮 那新郎咧 也非常開心 萬萬沒想到會有今天這一步 對此何宇文並沒多做解釋 只說這樣的結果 對雙方來說是美好的決定 記者就忘了 鄭小璇台北報導